自上周末开始的抗议活动 让许多想要趁火打劫的嫌犯 找到了下手的机会 洛杉矶 纽约以及华盛顿州的苹果商店 纷纷遭到暴力示威者的喜劫 然而 就当这些嫌犯打开 抢来的苹果手机和电脑后发现 这些电子产品统统不能正常工作 并且都显示一条消息 该设备已经被锁定 同时正在被追踪中 而且已经通知当地警方 该消息让不少得益于抢盗许多战利品的嫌犯 感到无比失望 甚至担忧自己会被暗徒所记 难逃罚网 事实上 FBI周一在全美范围内已经呼吁 请公众提供在示威中 积极煽动暴力者的视频和照片 并表示将会进行调查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